北有内环流 南有氮气气条 聚能黑科技 护航大国粮仓 每个粮食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 城市按下暂停键 如何吊得动用得上减原粮供应居集 在特殊时期我们必须坚持特色态办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今天一起来关注粮食安全生产 根据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称 2020年全球至少1.55亿人 面临着重度粮食不安全的问题 达到过去五年最高的水平 联合国甚至发出了警告 全球迎来了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解决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 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那么如何才能够牢牢地把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端牢14亿国人的饭碗呢 今天节目一起来看记者在粮仓的调查 和土地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肖苏阳 是当地有名的重量大户 他所在的合作社承包了镇里一万多亩土地 6月初河南南洋的气温高达36度 正是小麦收割的最好时节 肖苏阳打算用四天的时间 把这一万多亩小麦全都抢收出来 一千多斤 今天挣大钱啊 这几年粮价不断上涨 2021年小麦一上市 收购价格和去年相比也是稳中有胜 来 咱咱咱 连续收了两天的粮食 肖苏阳已经攒了几十吨的小麦 他跳出过筛去过杂质的优质小麦 准备装车卖粮 趁着正在装车的这一会儿功夫 肖苏阳坐在办公室打开手机 准备在网上预约卖粮 他所使用的惠三农 是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自主开发的受粮预约APP 足不出户就可以自主选择卖粮的时间和卖粮地点 解决了农民受粮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肖苏阳就来到了中央储备粮南洋直属库 现在每个受粮农户来到中央储备粮库卖粮 都要通过一卡通的智能出入库系统 受粮人在入库时办理一张IC卡 通过这一张卡完成从收购入库登记 迁取样品质量检验 减金入仓结算资金支付等各环境业务 从产地到库区实现粮食收购全过程 在同一个公开透明 责任可追资的信息平台上规范运行 这边那个服务好结算块 当天都全部都可以结算 刚卸了跟着打了八万多块钱 一个交参业块我们心里很踏实 通过严格的程序实行千简分离 是一级就是一级 是二级就是二级 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农户的 那么他只负责把结果传送给电脑输入人员就可以了 有效地杜绝了人情 第二个就是解决了打白条的问题 通过智能一卡通系统 当天就到账了 可以使老百姓卖明白粮 卖放心粮 卖舒心粮 目前惠三农APP已与中储粮一卡通收购系统实现全面对劲 不仅可以让农户更为快捷安心的受粮 还能提供各种收购政策 产销对接和市场信息 风则贵敌 欠则剑跳 是储备粮运作的重要原则之一 在市场相对平稳时 通过互联网赋能 帮助农户风产增收 而一旦市场收购价出现较大波动 中储粮还能提供更强大的保障 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买不出去 中储粮一眼开开 大开口一个月收 在那个时间 真正显示中储粮 是我们老百姓的靠山 没让我们赔钱 交价 市场价格过低时 给粮农兜底的 就是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政策 它指的是 主产区当年生产的小麦稻谷 市场价格下跌到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时 按规定程序申报 由国家指定的收储企业 按最低收购价入市收购 保护重粮农民利益 中储粮正是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 眼看今年行情不错 王玉生和同事们正在抓紧为下收购仓 今年整个南洋的假季收购情况 应该是个封产年 今年我们南洋直属库 也是7万吨的中央储备粮轮化量 但是我们也备了一些空仓 也要进行增储收购 中央储备粮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由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垂直管理 目前中国粮食仓储容量已经超过6亿吨 小麦和稻谷的库存量 能够满足全国一年以上的市场消费需求 其中中储粮的总仓容贯容就超过1亿吨 是名副其实的大国粮仓 然而粮食入库以后储存期长达好几年 如何才能做到绿色生态智能高效的储粮 成为事关粮食安全的另一大关键 仓储科长许建霜和保管员王世庆 马上要进行粮情的日常检查 一进仓门一股醇厚的麦香和粮爽气息 扑面而来 此时室外已经达到36度的高温 但粮仓内部却空气清凉 这是主要存放小麦的粮库 一眼望去 仿佛只是铺了薄薄的一层 但实际上深度有6米 存储总量达到5200多吨 粮库保管员王世庆 有着30年的粮食保管经验 看 听 摸 闻 凭借这些粮食感官鉴定的绝活 就能简便快速地判断粮食品质 通过看色色景况没有媚变 这是正常的粮食 问它有这个埋香味 这说明这粮质品质没有下降 通过收爪或者腰 这腰可裂来判断粮食的稀粉 为保证粮情稳定 必须要根据温度和天气的变化 给粮库通风 以前需要每一位保管员手动开窗 现在智能通风系统 可以根据预设温度值 远程自动通风 相比传统手动通风 不仅效率提高4倍以上 还可以将粮食水分保持在最佳状态 一简气动 一简管理 下来就是一两分钟就高低 天气如果电话 如果它下雨了 它会自动管理 粮食保管最主要的就是监测粮温 温度是反映粮情的晴雨表 现在王世青监测粮温 也有了一个强大的帮手 这个现在是我们保管员的杀手间 这是我们的测温点栏 这现在是蒸藏里边 不了一百多根这种测温点栏 每个粮仓装满后 都要通过一器设备 将这些电子测温电栏 平均铺设在粮堆中间 每根电栏上分别有四个测温点 根据粮库的仓容大小 每个粮仓至少分布着 240个以上的电子测温点 形成全覆盖的立体检测网络 可以在电脑上实时监测温度变化 树标一天进去 各层里量温都显示出来 以前就是收冻的 一个人在一上屋试掩 现在几分钟就告定了 在现在把那个线鱼制 粥粥粥粥粥 另一边许剑霜正带着工人们 对仓房进行改造 它要确保在盛夏到来之前 粮库里的玉米粮仓 都能使用上一种 可以让粮食品质延缓衰老的黑科技 我们今年的计划三顿玉米粥 全部安装内环流 逐步实现全覆盖 许剑霜说到的内环流 是装储粮自主创新研发的一种 利用粮堆自身冷源 输送到粮仓内进行循环 来控制温度的低温储粮技术 可使平均粮温常年保持在25度以下 这一技术让粮食成了自己的绿色空调 正常的储粮成本 大概在四毛二四毛三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内环流空温的话 三毛二显然是在成本上有明显的降低 内环流空温技术更适合在 我们国家北方使用 因为在北方冬天温度比较低 有利于蓄冷 河南的小麦产量占到全中国的四分之一 所谓中原熟天下族 产自于这一片土地的小麦 踏上了天南海北的旅程 千里之外 中储粮成都清白江仓储有限公司 也打开粮仓 迎接今年远道而来的投一茶小麦 因为我们本地产的小麦产量比较少 质量也称之不齐 所以我们选择了从产量大厂 河南这边调过来这批小麦 我们说的小麦它要达到 国家三级质量以上的一个标准 在自动入粮系统的助力之下 单个储量达6800吨的浅原仓 不到24小时就能被填得满满当当 这批小麦将在浅原仓内储存四年 从中原大地到天府之国 气候更为炎热潮湿 因此对南方而言 如何因地质疑防止害虫抑制微生物 历来是保障储粮安全的关键所在 在零几年之前 储粮杀虫主要采用的是药物薰针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环保 它是影响我们的储粮一个品质 从2007年开始 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就联合其他专业机构 启动了氮气气条储粮技术的研发 历经五年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传统的平房舱内 工作人员需先将一层薄膜覆盖在粮食上 再进行冲淡 而在密闭性更好的浅缘舱内 则只需要通过智能系统关闭各个舱门 打开冲淡开关 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便能通过电脑看到 舱内氮气值迅速升到98%以上 通过降低空气中的氧气浓度 从而抑制害虫和微生物的呼吸 消除害虫实现绿色储粮 目前我国南方粮储库 已基本实现氮气控制系统全覆盖 而除了消除虫害 低温控制的诉求在南方 也比北方更为迫切 但因气候不同 技术途径也有所不同 在十三五期间 中储粮集团公司 就已在南方六个省份直储粮库 进行了试点实现准低温储粮 并计划于十四五期间 在南方九个省份扩大试点 力争到2025年实现南方地区 政策储备稻谷低温储粮 全覆盖 今天为了检验低温储粮的保鲜效果 工作人员分别取了一份 2018年入库和一份 2021年年初入库的玉米 煮熟后发现 两者在色泽气味等各方面 几乎看不出差别 为了进一步验证 记者又随机选取了这两个年份的玉米 在完成分样制粉后 将两份样本带到了成都储藏院实验室 进行检测 我们对2018年的玉米 子胖酸值检测期结果为 55.70和55.90 对新入库 玉米检测其子胖酸值为 38.26和39.12 在国标国务储藏判定规则中 使用的是脂肪酸值来反映 稻谷和玉米的品质裂变程度 高于65就是轻度不易存 检测发现 通过低温控温技术 存储近三年后的玉米 其脂肪酸值远低于这个标准 藏粮鱼剂 助劳粮食安全压仓时 如今中储粮以基本形成 北方以低温准低温储粮为主 南方以控温和气糖储粮为主的 储粮技术体系 中央储备粮科技储粮覆盖率 超过98% 综合储存损耗率 也从2%以上降至1%以内 比如中储粮管理100亿斤粮食 损耗降低1% 就是减少了1亿斤粮食的浪费 要按照现在我们的人均 年度的消费量来测算 大体上是10多万人 可以吃1年的粮食 把遍布全国的强大储存体系 统一起来的 是强大的智能化集成控制平台 它全面覆盖了中储粮 900多家直属库和分库 432万个粮情传感器 8158个高精度监控探头 共同支旧了一张 全球粮食仓储行业最大的物联网 我们在仓内和库区 都有摄像头分布 通过我们的库区摄像头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库容库帽 库里的一草一木 我们库区的人员的作业 关键是又发现这些 有没有危险因素 通过我们安装在舱内的摄像头 主要就是看粮情 我们可以放大23倍 每颗粮食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 作为大国粮仓的守护者 中储粮多年来不仅管好自己的大粮仓 还利用自身在农业生产 粮食储存的技术优势 深入到天间地头农户家中 以及农业合作社 开展科技储粮近万家的活动 通过向农户开展宣传培训和技术服务 帮助农户提高科学储粮意识和技术水平 减少农户储粮损失 提高农民收入 颗粒归仓 夯实了中储粮这块粮食安全的压仓石 2020年新春一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湖北武汉 作为中国疫情防控的主战场 1月23号宣布封城 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瞬间暗下 在粮食物流受阻的情况下 粮食加工企业相继 就原粮高级 我们仍然走不到位了以后的话 只夹加工一周 就粮食就没有了 五米下窝的时候了 周正生是一家日加工能力 300吨的大米应急加工企业负责人 作为武汉市应急保供的 成品粮加工企业 他们在1月30号下午 就启动紧急预案投入生产 但是公司所剩的原粮库存 根本支撑不了几天 周正生急得到处打电话找粮员 和他有着同样禁欲的 还有另外一家面粉加工企业 如果市场出现了这种断粮 肯定会造成老百姓的这种恐慌情绪 在这紧急关头 他们第一时间都想到了向中处粮求助 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央储备粮 因为它是代表国家 那么它也有这样的储备能力 能够对我们提供供应保障 当时正在中央储备粮武汉直属库 指手的黄鹏接到了来自上级湖北分公司的任务 看我们有没有轮换的粮员 正常轮换的粮员想给这个企业来提供保障市场的稳定 保供稳势这一块 黄鹏提到的轮换是指中储粮公司 成立之后建立的储备粮融换机制 根据不同品种进行定期融换 而且是用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一般我们每年的融换计划在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中央储备规模的三分之一 然后小麦的融换 小麦的储成年线一般是三到四年 然后稻谷是两到三年 玉米是一到两年 融换的机制就是保证我们这个中央储 保证这个粮子常储常新 和动用中央储备粮 需要国务院批准不同 储备粮融换企业就能拍板 然而储备粮融换购买方 要通过网上申请 全证审批 系统提报 网上拍买公式 达成协议签订合同等 一系列程序走完 至少需要七天时间 但这一次疫情就不命 一天之内把手续就是办完 而且迅速启动 对这个小麦的这个装运 从我们建立联系 一直到开始开仓 对我们进入出库 那么中间只有短短的这个三天 这个效率是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期的 所以让我们感动的是 出来以后看到他们领导 他们的酷的主任 包括黄主任 他们都在现场 他们都在当班人工 在特殊时期 我们必须坚持特事特办 及时把粮食供应到加工企业 来确保加工企业 把成品粮投向这个市场 满足这个人民群政的生活需要 增强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 中央储备粮武汉直属库 累计向市场投放 中央市权粮食14万吨 并且很多原粮都低于市场价 白花花的大米就夹出来了以后 那个人的心情无法形容 2020年通过我们保共稳事的行动 共投向市场1.5亿东粮食 占到全国粮食消费 总量的五分之一 占到全社会粮食流通 总量的四分之一 在国家需要时 吊在洞 肉带上 这就是我们的担当和使命 事实证明 我们在抗疫的关键时期 做到了这一点 民为国鸡 骨为民命 不仅是中处粮 社会各界力量 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守护着国家的粮食安全 在产粮大省河南 专门在面粉厂 负责收购小麦的王康 正在忙活着 和往年不同 今年他再也不用提前 准备大量的现金 通过这个小小的POSE机 就能轻松实现 买卖双方的支付 结算功能 我们以前收粮的话 就是准备的现金 大概就是200万左右 后来我们用手机银行 发现转了两三笔 然后就限额了 转不出去 通过这个POSE机 直接把这个钱 转到农户的银行卡里边 比较简单 然后呢就是 还是很安全 一切银行 尤其是大盆车 在家里哪里 占两什么银行 钱都够了 这家大产 为了帮助社农商户 更方便地完成 农产品收购 中国银联 专门搭建了这个 福农通收购平台 打通粮食收购资金 非现金结算最后一公里 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等 粮食主产区得到成功御用 2021年开始在河南试点推广 我们这个农产品产销的 这个业务中呢 我们实现了买卖双方 同时刷卡能够一次性完成 收款和付款的两个动作 从而更保障了我们这个资金的 这个安全和便捷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金融手段 来助力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这些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 粮食储备充裕 已经连续六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 口粮安全绝对是有保障的 但是各种损耗也在吃掉增收粮 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 藏粮于地 藏粮于季 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 种出最好的粮食 也让最先进的技术 来降低损耗率 确保粮食颗粒贵仓 唯有封年颗粒贵仓不忘积紧 方可有备无患 心中不慌 正所谓仓岭时天下暗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 还可以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